奥迪依然还是很善良 这一次更是放出了王炸 以下这三款车型又降了 不得不说 这样的性价比 简直不给同级别车型留活路啊 尤其是最后一款成型 狂降12万 深受年轻消费者喜爱 现代抄底也是比较划算 跟我一起来看看吧 第一款奥迪A4L 很多人都问账款车到底性价比高不高 用奥迪A4L顶配的价格 能够买到宝马三系入门集车型 你说它性价比高不高 在家目前新款车型即将上市 价格也是狂甩 官方指导价32万1800 39万6800 综合让力能够达75400 最低起步量只需24万左右就能够拿下 只不过有部分地区 球价是达26万左右 也能够看出为了销量 简直不顾一切 而且在销量方面 它也是丝毫不逊色 宝马三系奔驰C 只不过账款车后排座椅 舒适度远不如宝马三系 底盘调教也是不如奔驰C 并且还要使用的双离合 反观同级别车型 入门集成都使用了8IT变子箱 想有点拿不出手 不过在动力方面 它却要胜过同级别车型 2.0T7档式双离合 马力能够达190 扭矩320 动力也是非常强 加速也是比较快 身材优门 它会给到你一种循序渐进的加速感 非常的爽 通常更是达4米858 轴距1米908 车内也是比较宽敞 配置也算丰富 但就是缺少了豪华感 不过像12.3一算的一斤一秒 10点英寸中平 也算是美中不足吧 再加上价格方面 要比通级别之音 至少便宜4-5万 入手这款车还是非常的划算 对此你怎么看呢 第二款奥迪Q5L 相较于通级别的X3和GLC 这款车则是拥有着更大运汇力度 目前官方指导价 396800-48800-8800 狂降8万5 最低球价32万7就能够入手 这已经是我们普通人的天花板了 而在外观方面 它拥有着更为硬派的越野造型 车内的质感更是不输GLC 只不过豪华感很一般 轴距达2米907 国产以后的Q5也是进行加长 空间方面也是比较宽敞 再结合底盘是14区 论基线素质 X3和GLC都不是它的对手 况且还有12.3英寸的一金一表 10.1英寸中用平 论科技感 奥迪也是焦得响 我们从它的大灯也是能够看出来 更不要说车内的一金一表了 优点很明显 但是缺点更明显 从之前的8IT 换装成了现在7速式双离合 要知道就连X3和GLC都全系标配 这确实有点拿不出手啊 就是车内虽然空间大 但是舒适度不行 坐进后排跑长途非常的累 不过它价格香啊 推荐入手豪华动感版本 优惠后的价格是346,600 车内多出了氛围灯 无钥匙进入 车侧预警灯配置 都是能够给你行车过程中 带来不错的便捷性 再加上新款车型即将上市 抄底老款就在此刻 对此你会入手吗 第三款奥迪A6L 官方指导价427,900到656,800 综合让力能够达12万 最低企业价32万7,900 也是由部分地区优惠来 或是在33万到34万左右 这一点也没有必要纠结 但同样也能够看出来 为了销量简直疯狂往外甩 不过招款车的知名度 销量以及外观方面 都是为它奠定了不错的基础 更是被消费者誉为 C级车的标杆和登场一号 外观方面大嘴尸的中网 大有气吨山河之势 而它的举尊大灯 能够充分照亮你前行的路 并且自带保安静理功能 再加全系标配阿尔伦T发动机 入门机车型马力就能够达190 0百加速8.3秒 动力也是够用 不过更推荐入手达的真选动感 245匹的马力 7.8秒的加速成绩 能够让你在高速上面 秒天秒地秒空气 车长5米038 轴距3米024 车内的空间更是堪称一顿的皇宫 而且里面的配置就好像百宝箱一样 应有尽有 内饰也是比较华丽 再加虚拟坐舱 后排老板坐 背壶底盘 这就是这款车为什么受消费者喜爱的主要原因 大家性价比这么高 你会入手吗 以上三款奥迪车型真的是为了销量狂降价 你会入手哪一款呢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车圈大哥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